当前新冠疫情蔓延起伏 世界经济扶苏步履维坚 全球可持续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下 我们不仅实现了抗疫和经济恢复双领先 而且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援助时间最长 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去年我国向150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 提供了防护服务 口罩呼吸机大批的防御物资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向106个国家 和4个国际组织 提供了超过15亿剂育苗 居世界之首 我们为防空疫情 引领国际抗疫合作 发挥了重要重要作用 这个是我们园外事业 今天的一道彩虹和光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